好 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就因为亮哥有提到 这个不是1500沈庆金 当时这个爆料电视台记者的 亮哥刚刚也在节目上现场讲了 他说他就是又想要选举嘛 不然你等着看他 2026会不会参选 而且传出他加入了政国会 不然请他明天出来开记者会 保证不是政国会成员 而且没有要出来参选 那当然这个在今天我们看到 有自由时报已经写了一篇报道了 那内容其实把它写得非常完美 说没有在播新闻的时候 也到立法院去紧盯官员等等的 那当然过了新闻台里面就提到 这一位他直接用马两百 因为他是说百分之两百信赖 对于他所确定的1500万的部分 所以不演了说马两百的崛起 其实就是一个绿媒生态圈 或者是绿媒产业链的标准化产品 不管是主动或被动 被党或派系向中了 就是各种捧 党或者是派系会给资源 那种资源可能是资助 也可能是机会 那当然丢独家讯息 让你跑独家的新闻来博名望 同时也是资源的一种 反正今天我们就看到 这种包装新闻都出来了 那另外一方面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郭国文这次见止中天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有节目的时候 有监督有质疑的这个部分 他认为说中天因为现在在YT了 所以呢管不到 把自己频道变成了羞辱造谣的媒体 他说他要跟数位部协调看看 能否演你对策 以避免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 那馆长就直接呛了 他就说那民事三立永远在那里动都不动 NC睡着了吗 人家都已经到网路上做了 他还要叫政府机关把人家影片下架 一个政府两条法律 只要是民进党的民嘴侧疑 或是电视台就尽情发挥 哪怕是违法的 原来不是侦查不公开 只是人家很努力 那郭国文立委请跟社会交代清楚 你赞成人家跟检调拿资料就对了 原来这些都不是犯法 是努力哦 那台湾还有法律吗 好所以请教波基 这也是我刚刚特别讲的 那对被这个郭国文逮到啦 就开始无限上纲啦 那感觉起来是又要再继续搞 数位中介服务法 其实民进党立委他用这样的态度 就是说这个案子 这个事件 因为当时也在我们身边嘛 就是说如果今天蔡委员他有言论 让对方觉得说这个我要告 这个叫做人民的诉讼权 是啊 然后呢这个言论上面 其实你说像中天新闻他怎么处理 这个是 这个是叫做节目跟来宾 他们这个叫言论自由 当然言论自由不是无限上纲 这个他当事人要告 这位马同业他要告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后面就看法庭怎么去处理嘛 可是当今天一个政治人物突然 抛出一个叫做要关台这件事情哦 不是耶 已经关过了耶 现在这个叫二次关台 那你只能说这些政治人物的心态 那个是凸显一种叫做威权的心态 我关了你一次 你还在讲让我听不高兴的话 我再关一次 那当然这个就比较 我觉得这个就超出了 原本设定的议题里面的 比如说我在中天我在这个位置 我讲话我也被告啊 我被赖清德告啊 我觉得我也是挺高的 赖清德没有说要关中天啊 我也是在大新闻大报告里面 这个讲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这个民进党告我啊 代表人他们那个代表人叫赖清德啊 民进党主席叫赖清德啊 那赖清德有说那中天不行 你要把你关起来 不会嘛 所以郭国文讲这段话就多了 那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认为你有侵害到这个言论 或什么你要提告 这是诉讼 这个就是你的自由 但是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到说 要把一个频道关或不关 更何况网路的平台 你要去关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牵扯到 所谓国家威权的这一块 因为过去为什么NCC可以管辖电子媒体 是因为我们的无限 这种所谓的无限频道 或是说这种所谓的电视新闻频道 是有限的资源 是说所以要由国家来掌管 要给他做高度的管控 所以他可以决定你能不能换照 可是现在网路媒体你要怎么关 YT有YT自己的游戏规则 对啊 YT如果你今天做了他不喜欢的内容 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演算法说 如果你前面骂脏话 可能你的这个触及率会降低 或怎么样的 你可能收益会降低 很自然而然YT的言论就会避免掉 比如说音乐侵权或什么什么 结果他有一些游戏规则 抓得很那个很严格的 没错 可是 基本上不会因为说你在里面讲了什么话 所以呢YT就要把你关起来 把你整个频道关闭 即便是大量检举都不至于 都不至于 甚至你还有当事人说明的 可是这个当天一个立委说 我要跟数位发展部研究一下 要怎么把他关起来 那这个就叫做残害言论自由了 这个就我必须讲这个 这把有点是把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角度 去切入这个事件 那就反而是把这个焦点模糊掉了 我只能说这个事件 不需要无限上纲到这个程度 更何况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 他们过去不断主张自己是所谓的 郑南荣的信徒 都说支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一幕 其实是很讽刺啦 那当然我站在新闻媒体立场 我不认同蔡振元委员的说法 我认为任何的媒体记者要经营什么线 他有他的本事 他跑到独家 这是他的本事 我可以不认同啊 对不对 但是今天当事人要提告 这是当事人的自由 对 所以我说这个 当今天中间我们不会一面倒通通 对蔡振元委员讲的才是对的 怎么样怎么样 不会啊 也没有人事前跟我们说 今天要声援一下蔡委员 没有 没有 所以我 我可以补充反驳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我要强调说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 但是蔡委员当时的讲法 到时候会不会成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不满 你可以说什么样 那老实说 我觉得中天要检讨的是标题下得很烂 标题下得很烂 标题下得很烂 那个是 直接用的那两个字是赔税 可是蔡委员没有讲那两个字 就这么简单 好那蔡委员 我们谈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大家回想一下 黄世民泄密案 侦查不公开 然后被 这个以泄密罪来处理 他的位阶叫检察总长 检察总长都会因为违背 侦查不公开 最后以泄密罪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他泄密的对象是谁 马英九 那刚开始马英九也被告进去 那为什么最后马英九无罪 你去看里面的那个判决是什么写的 他判决写得很清楚 马英九取得资料并无不法 然后起诉书里面认为 马英九取得这些泄密资料是不法 注意到 泄密的人固然是不法 取得泄密资料的人也要 证明他是没有不法 你懂意思吧 这个是两个前提 所以泄密罪不是只有泄密当事人有罪 对哦 说到的如果说你是被动知道的 那在这个黄世民案子里面 所浮现出来的事实是什么 黄世民主动打电话给马英九 那跟马英九说 我有事件要跟你报告 并没有事件跟他讲说 我有一个侦查中的案子 要跟你报告 所以马英九才因此没罪 如果倒过来马英九说 诗明兄听说你那边有监听资料 你可不可以拿来跟我报告一下 恐龙马英九就有罪了 泄密罪取得泄密资料的人 就会有罪 好我们就来看看 最近这个柯文哲案 有一大堆的这些资料 好 可是没有人讲他消息来源 靖州官有没有讲消息来源 没有 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司法案件 过去都有人说 什么知道一大堆 什么知道对 可是当第一次 有一份重要的侦查中的资料 出现的时候 这跟其他案子不太一样 第一个他怎么说 他说这是检调人员给他的 这个能够当一般的小事看吗 我可以说检调人员 是不是检察总长行太早 我可以质疑啊 我质疑不行吗 我可以质疑说 是不是台北市地检组检察长 还是承办检察官 因为这到底侦查不公开 能够接触到这些 卷证资料的人不多啊 就是你们几个啊 会听到报告人不多啊 好 当有人公开讲说 消息当然是检调人员 请问你 我们司法体系能不办 我们社会大众能不关心吗 我们关心的不是资料本身 不是取得媒体的人 而是这个检查系统 检调系统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 取得资料的人他说 他经营这个检调关系 已经七年以上 我们就问个问题啊 你经营这个关系 有没有涉及不法 不能说我去跑新鲁 我同意啊 如果说啊 我跑啊 有没有不法 有没有不法 就想对照一下 马英九是证实他没有不法 有没有不法 取得这么重要的 侦查不公开的秘密 有没有不法 再来第三个 他又说 因为他跟这检调人员 有百分之两百的信任 简单的质疑是 我不曉得杨明兄 这个你老婆对你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我还没结婚啦 我还没结婚啊 你朋友啦 也没有 我都不敢讲我老婆对我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这个有百分之两百的信任关系 那我接下来我的质疑的几点就是不对 第一个 第一次公开 确认 检调人员泄漏侦查不公开的消息 非常严重 要比照黄世民这样子搜索调查 而且要全面撤查 不难啦 就是泄漏方有曾经通信记录跟谁接触 所有的检调小组里面 承办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全部要被调查 检察人员司法犯法 严重不严重 大家平常心看看 而且愿意以身试法 他明知道这是犯罪 而且黄世民检察总长都被定罪 他还愿意提供这种不公开消息的给他 法务部长可以当做没回事嘛 检察总长就不当一回事嘛 第三个我的质疑是 那他到底是这个取得消息是经营这个检调到什么程度的关系 这个到了这种紧密的关系 让检调人员愿意犯罪也提供讯息给他 就显然这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嘛 请问你有多少人愿意犯罪提供消息 这不是什么行政部门啊什么 我跟你讲我现在 这样通过什么法令啊对不对不是啊 他是一个确定要保密的东西 而且他要愿意犯罪为你牺牲去提供资料给你 再来 这种关系存在是直接辅属什么 检调系统 而且辅属到了每天消息一直往外放 已经不是这一桩了 所以检调系统已经被辅属了 那好我们就问 这种百分之两百的信任关系 第一个有没有金流关系 第二个有没有像丁允公案件里面那种睡觉关系 丁允公案件都还不晓得吗 官员掌握消息的 跟这个取得消息的对象 有性关系 然后供应消息 最后变成一个很复杂的感情关系 败坏官僧 请问你 我们讲究的是说 这种这么密切的关系 可以人家愿意为你犯罪 而取得的关系 这有没有涉及不法 要不调查 那好啦 这个丁允公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我们当做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嘛 是不是 我坦白讲我不认识 那个媒体朋友 我也不认识 这些案子是报导的人 靖州刊我也不认识 什么什么山丁这个人 报导我也不认识 我说我不认识 我就没有讲 说他是谁 如果是黄耀明 我当场就错骂黄耀明了 不是啊 我今天是跟大家讲一个道理 至于你要告我什么 什么性骚扰 听说今天要告我性骚扰 还有妨害名誉 还有妨害名誉 我妨害名誉 我更不知道你是 我怎么妨害你名誉 我从头到你名字都念不出来 可是我就检掉关系被渗透 被腐蚀 我们只听过以前 检掉在外面布宪民 现在竟然有人倒过来 在检掉里面布宪民 请问你 这是合法吗 大家先想清楚嘛 我根本不关心什么媒体 什么自由 平常讲我不太关心这个 可是检掉 系统被腐蚀 被安插宪民 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然后安排宪民是非法的 不管你用什么关系 是安排宪民 用什么方法 这是非法的 因为侦查不公开是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